我结婚了 但也算没有结婚 反正对方呢 在我们办完婚礼 发现我家欠了一屁股债 就没去登记了 那我问你 为什么有人可以这样转身就走 决定要结婚的时候 不就是要一辈子同甘共苦吗 不然那些誓言是要干嘛 对吧 同甘共苦 算成语 谢谢你哦 这么精辟的回答 你就想开一点日子 就会过得舒服一点啊 搞不好啊 这次老天爷在帮你 到底太渣呢 这种方式也太激烈了吧 什么都没了 现在我才知道 什么叫做祸不担心 祸不担心哦 是因为人生本来就是多陷道 一不小心哦 就会撞成连环大车祸 这样你也能接 你安慰人也是一堆歪理耶 我才没有在安慰你咧 你的人生是你自己选择好的剧本 再送你一句 意识 决定一切 你要相信自己有能力 跨越这些痛 不要我整天 整个假节 苦瓜脸 不是 因为你只有 对 就是这样 笑起来的时候 稍微 能堪一点点 嗯 嗯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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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